好另外再带你看到花莲市立幼儿园2月14号开始了 园芳特别设计有趣的活动 让小朋友们在游戏当中可以收收心 重新回到校园的团体生活 那么市长魏家燕也到场和小朋友一起来玩游戏 他也强调会持续加强幼儿园的软液体的设备 让孩子们在室幼能够快乐的学习成长 小朋友们穿着红色系的衣服 就像还在过新年一样 花莲市立幼儿园设计了新年喜气的趣味游戏 让小朋友们一边玩一边感受 回到校园团体生活的气氛 这是花莲市立幼儿园在开学日 为孩子们安排的开学住活动 今天是四月的开学日 那很开心 那我们李飞玲园长准备了那么多开学的一些小活动 那小游戏 那刚刚佳燕也在问一些孩子们 那年节去哪里玩 那刚刚都回答的非常有趣 那今天也设计了整个财神野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讲吉祥话 一些我们一些小活动 那也希望说能够摆脱放假的症候群 让孩子们回归 然后能够收心来到校园里面生活 那也祝福我们孩子们在今年都能学习愉快 那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年假的一些回忆 那除了年假的回忆以外后 那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有更多更有趣丰富的一些学习的 在学校学习的一些不管是课程还是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 那佳燕今年都会来做努力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的一些学习的环境 市长威家燕和园长李飞玲也组队下场和小朋友们玩游戏比赛 比赛场内紧张吃鸡 而场外小朋友们也用力的拍手叫好 大人小孩完成一团场面非常的热闹欢乐 市长威家燕表示 未来会持续加强幼儿园的软硬体教学设备 让孩子们在适用能够快乐的学习成长 戒律会幻市报道